緬甸宣布延長積極狀態 八月份大選跳票 公山蘇姬獲得減刑 中共掌控核武的火箭軍高層大地震 外界懷疑遭到清洗 保佳麗雅十八歲女生 被前男友割四百多刀 法官卻說傷勢輕軌 引爆示威 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告訴您 卡努颱風的最新路徑 看起來更接近臺灣 氣象局將在等一下八點半的時候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因為它的暴風圈 有可能會碰觸到臺灣東北部 不排除最快明天傍晚 發布陸上警報 到臺北一早 潑陀大雨 車輛行進國道能見度不佳 受到颱風外雲系逐漸接近 一整天時情時雨 卡努颱風目前持續發展 以每小時十四公里速度 向西北西進行 因為處在季風環流 又受高壓牽制 路徑變數多 最新路徑又更靠近臺灣 氣象局在周二晚間 就會對卡努颱風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 不排除最快周三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周三起颱風為環流影響 基隆北海岸和北部地區短暫震雨 周四到周五 北部地區和中南部山區有局部大雨 被封面的東南部 可能有焚風發生 第六號颱風卡努來勢洶洶 而今年第五號颱風杜蘇瑞 儘管在七月二十八日 登陸中國之後 已經減入為熱帶性低氣壓 但水氣仍為沿海道內陸 帶來強降雨 北京更是遭逢 今年以來最大暴雨 外媒報導 中國水利部對北京和天津 發布暴雨洪水警報 強降雨造成多出嚴重積水 民眾受困 消防人員搭乘橡皮艇 將民眾一一揭駁出災區 當地民眾拍下的影片顯示 暴雨造成多出路段橋塌 也有車輛泡水 甚至被沖走 中國官方統計 到週二上午 北京暴雨已經造成十一人罹難 還有二十多人失蹤 杜蘇瑞帶來多出災情 緊接著卡努來勢洶洶 東部沿海的浙江 沿鎮以帶 已經展開檢查海上船舶防台工作 也要求養殖人員 全部撤離濱海地區 記者綜合報導 繼續要告訴您 來自緬甸的最新消息 軍政府在星期一宣布 國家緊急狀態再展延六個月 本來承諾八月份要舉辦的國會大選 勢必也要延後 國營媒體今天則是報導 軍政府赦免了翁山蘇姬的部分罪名 本來長達三十三年的刑期 可以減少六年 但是仍然繼續軟禁 明天軍政府 星期一召開國防安全會議決定原本要在七月底解除的國家緊急狀態 再延長六個月到明年的二月一號 這代表官方先前答應在八月份舉行的國會大選勢必因此挑票 軍政府的理由是國內的反抗暴力持續蔓延不力舉辦選舉 而這已經是第四度延長緊急狀態 明天國營媒體今天又報導 軍政府赦免的翁山蘇姬被控的十九項罪名中的五項 新期將從三十三年減為二十七年 七十八歲的翁山蘇姬上週雖然從監獄移出 但是仍然被軟禁 另外前總統溫敏也獲赦免部分罪名 這些看似讓步的做法 反對民眾恐怕不領情 明天軍方正面兩年半以來 強勢鎮壓和平示威 迫使反抗勢力轉為地下武裝抗爭 但軍方也以空襲轟炸縱火毀村等殘暴手段回擊 英國媒體深入反抗軍陣營觀察 發現緬甸東南部克倫尼邦這處城鎮 學校 醫院等設施殘遭摧毀 連教堂也被燒得只剩骨架 而隱身在緬甸各處深山叢林間的反抗軍 聯合爭取自治的少數民族武裝團體 卻是越挫越勇 他們說他們跟烏克蘭一樣 都在為下一代的未來奮戰 但國際間對緬甸的實質幫助 卻少得可憐 在戰亂中受傷的反抗民兵 暗夜中被送進這處簡陋的醫院 接受治療 一名母親抱著頭部受傷的兒子 說他不後悔讓兒子參與戰鬥 他以兒子為榮 說到這裡 母子倆都哭了 統計顯示 自政變以來 緬甸有超過 三千七百五十名異議人士 遭軍警殺害 近兩萬四千人被捕 諷刺的是 軍政府在首都內比都 清建二十五公尺高大理石佛像 希望爭取民眾的支持 但無論佛像幹得多麼美倫美奂 也無法粉飾太平 美國前總統川普日前在接受媒體 專訪時迴避答覆美國是否應該協防 臺灣的問題 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而另外一位角逐共和黨初選的佛州州長 德桑提斯 說法似乎比較明確 他在電視訪問當中表示 如果他當選總統將會阻止中國入侵臺灣 美國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舉行 總統大選 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的 佛州州長德桑提斯 週一接受美國福斯 新聞專訪時表示 若能當選總統 目標要嚇阻中國入侵臺灣 要讓中國衡量代價 避免對臺動武 方法包括展現美國軍事硬實力 並使用經濟手段影響中國 對於安全及貿易問題 中美關係持續數年緊繃 近期美國多次派出高階官員與中國接觸 試圖修復兩國經貿關係 總一派路線的德桑提斯 卻不認同拜登政府處理 臺海問題的做法 稱中國是美國 在地緣政治的頭號威脅 共和黨另一名角逐提名的 前總統川普 則在幾天前的晚宴中 出言攻擊德桑提斯 而儘管共和黨多位候選人在發言時 不是抨擊川普官司纏身 就是批評他背離民主價值 卻紛紛遭到川普支持者噓聲抗議 昨天《紐約時報》公布的民調顯示 川普不僅持續領先其他候選人 也高於德桑提斯三十七個百分點 支持度絲毫沒有動搖 公視新聞兩件便宜 好 接下來為您報導 中共軍隊掌控核武的火箭軍 最近高層人士大地震 原司令員李玉超下臺 先前曾經傳出人事整頓 是因為爆發貪腐和泄密醜聞 不過都沒有獲得證實 而外界對這一支精英部隊遭到清洗 議論紛紛 我方國防部則表示都有深入掌握 8月1號中共建軍節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西部戰區 強調加強備戰打仗能力 習近平掌控軍事大權 31號更宣布 火箭軍司令員王后斌 政治委員徐熙慎晉升為上將 形同間接宣布 火箭軍的原司令員李玉超下臺 火箭軍高層大洗牌 佩戴了上將軍銜兼章的兩位軍官 向習近平敬禮 火箭軍先前爆出高層集體腐敗醜聞 媒體報導多人被帶走調查 更傳出前司令員李玉超 是因為劉美的兒子出賣軍事情報 才會上任一年半就被撤換 前副司令員吳郭華病逝消息 隔將近一個月才爆出 也被懷疑原因不單純 整肅意味濃厚 火箭軍對於我們的國家安全 有相當大的一個威脅 那麼有關於他的人事的調動 等等這些動態的部分 我們的情研單位都有相當深入的掌握 雖然相關傳言無法證實 不過這次火箭軍新人士外界認為不尋常 尤其新上任的王后兵是海軍出身 政治委員徐熙勝則是空軍出身 兩人都沒有二炮部隊的經歷 創下先例 學者認為外行領導內行 可能會出現問題 那你找一個從來沒有在火箭軍 歷練過的人來做這個位置 最大的原因就兩個嘛 一個就是你信不過原本的人 再來就是你需要重新找這些人 去整頓大換牌 那內部會不會出現更多的 不穩定的因素 另一又分析火箭軍射擊各式飛彈 及核子武器是高度專業的軍種 東風飛彈更在去年八月圍台軍演時 扮演關鍵角色 而中共近期 可能將會以維穩軍方內部為主 但是也不排除透過軍演 來安撫內部情緒達到威懾效果 需要特別注意 記者漢業朋友組整理報導 看過了臺灣選手的精彩表現 現在請批帥來出個 跟世大運有關的題目吧 好的 我想請問觀眾朋友 今年的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 是在中國哪一個城市舉辦 一 北京 二 杭州 三 成都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曾經被評選為全球最美麗城市的威尼斯 是許多觀光客到意大利的必遊景點 但是遊客太多對環境造成的破壞 以及過度開發 再加上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 已經讓這個浪漫的水都面臨不可逆轉的損害風險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今年終於建議把威尼斯 列入冰為世界遺產 有一百多條水稻交織充滿 歷史和藝術氣息的威尼斯 是在一九八七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 也因為它的風情太迷人 每天都湧進爆量的遊客 經常是擠得水洩不通 在二零二一年當地就公告禁止 郵輪開進戲湖 暫時躲過了被列入冰尾遺產 但是今年的命運恐怕逃不掉了 UNESCO批評意大利政府對於世界遺產保護不力 缺乏戰略願景 維尼斯過渡旅遊早已不是新聞 有人潮產生的垃圾量始終沒有減少 水上活動太多造成的污染 帶來的雜亂未見改善 這些無法逆轉的破壞風險 正是這個自一九八七年來入列 世界遺產名單的聖地 變成建議入列冰為世界遺產名單的主因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 由於人類介入包括不斷開發 氣候變遷 以及大規模旅遊的影響 可能對遺產傑出的普世價值 造成無法逆轉的改變 相關問題由來已久 導致固有特色特質惡化 警告包括高層建築物在內的開發計畫 可能產生嚴重負面視覺衝擊 並補充在人為與自然變遷 負荷影響下 正導致建築結構與市區的惡化跟破壞 威尼斯2021年曾躲過被列為 冰為世界遺產名單的命運 報告指出 義大利當局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 缺乏重大進展 且因缺乏整體聯合戰略願景 而進一步受到阻礙 相關建議將於9月在利雅德 舉行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提出 威尼斯市府表示 將細讀建議 並與中央討論 公事先玩 黃秉林便宜 歐洲國家保加利亞有一名十八歲的女子被前男友施爆 全身被割了四百多包 這個鼻子也打斷 甚至連頭髮都被剃光 但是法官讓嫌犯交保 理由是傷勢還算輕微 消息傳出之後引發眾怒 有五千多人走上街頭討公道 法院才重新決定羈押被告 大被民眾新奇 聚集在保加利亞首都 索菲亞的法院外 高局 別再讓下一個女性受害的標語 聲援遭前男友 殘忍施爆 全身被割了四百多刀的十八歲女性 我還未能夠絕對死亡 四百多刀的十八歲女性被割了四百多刀的十八歲女性被割了四百多刀的十八歲女性 一個月前 到十六歲前男友 殘忍施爆 用道具刀 殘忍施爆 該女性全身 包括手腳和胸部 有四百多傷口 鼻子也被打斷 頭髮還被剃光 行為殘缺人寰 但法院認為該名女子 傷勢輕微 批准尼克拉 耶夫交保 此案經媒體報導後 引爆廣大民怨 法院不敵輿論壓力 才決定重新羈押 這些案件讓五千多人走上街頭 多個城市串連 也象徵這個巴爾幹半島上的國度 對女性受爆議題 開始覺醒 今年一到三月 保加利亞也有18名女性 一次命喪所認識的男性手中 而保加利亞的統計局也指出 該國至少三分之一的女性 曾受到來自父母的身體與情緒暴力 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人 曾遭受男性伴侶的施暴 保加利亞二零零七年加入歐盟 歐盟主委會二零一一年五月 在土耳其通過了歐洲首個專門打擊對女性暴力與家庭暴力的條約 也被稱為伊斯坦堡公約 但保加利亞與部分歐洲國家至今仍不願加入 歐盟近六月已批准此公約 也讓還未簽字的成員國產生跟進的壓力 公主新聞 最恩請編譯 鏡頭轉回臺灣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 姓平三法修正案 今天就有空服員工會到監察院陳晴 認為國籍航空公司要求女性的空服員 在工作時要穿裙裝 還要化妝 這些都是物化女性的性別歧視 國籍航空業者中 僅有臺灣虎航空服員 不論男女都着褲裝 其他航空公司女性空服員都以裙裝為制服 也都有化妝等服役規範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指出 限制女性空服員要穿裙裝 除了是物化女性的性別歧視 更讓空服員在緊急逃生時面臨高風險 工會指出 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已經在2013年裁定南亞航空 限制女性空服員只能穿裙子是性別歧視 要求警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不要落後國際 對此兩大國際航空業者發布聲明 華航表示重視性別平等 空勤組員服裝儀容 考量符合公司形象及工作環境所需 會持續將員工意見納入參考 長榮表示 將蒐集女性客艙組員意見 為新一代制服規劃兼具服勤便利 與時尚有形的庫裝 兼具不同組員的需求 航空人力培訓機構業者分析 亞洲多數的航空公司都是向空服員 視為企業識別的一部分 而過去在國際禮儀中 女性著裙裝是正式的表現 因此以裙裝為制服 行職有年 隨著性別平等意識抬頭 相信企業也會斟酌形象與世界趨勢 有不同階段的服役規範 記者學家吳家寶台報導 現在要來揭曉新聞猜猜看的答案了 把鏡頭交給皮帥 謝謝明明主播 第三十一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 原定二零二一年在中國四川省的成都市舉行 後來因為新冠疫情 兩度延期到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開幕 今天的答案是三 你答對了嗎 好的 謝謝皮帥的說明 而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式新聞全球化 我是黃明明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